今天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二节 请所有弟兄跟我大声一起读今天的经文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有一个女生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和如养你的有福乐 耶稣说是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 除了云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云拿怎样为妮妮为人成了神迹 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当审派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地籍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在这里有一阵比所罗门更大 今天的信息是月娜的神迹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巴罗牧师 好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那今天呢 我们看了这个经文之前 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信耶稣之前 我常常跟他们真的说 或许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呢 我常常跟他们说 哎呀 上帝是真的的话 祂也知道我在哪里 祂也可以出现啊 祂可以让我知道祂存在啊 是不是 那他们都说是啊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信啊 你给我看一个现迹啊 或是你给我看一个 我可以承认祂在的话呢 我就信啊 我常常说这个话了 那你们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你们有没有你们的朋友们 你们的非基督徒之间的那个同事啊 什么隔壁啊 邻居啊那些的朋友们 有没有说这个话了 我以前常常说了 那今天的经文 我是希望我们看完了以后呢 你会知道 事实上那些人 我都已经看了一个神迹 那个神迹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 你们把耶稣当作你们的救主以后呢 你们就是一个神迹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完这个经文以后呢 我们都可以站起来站得稳 有信心的说 我就是一个神迹 只要你认识我 我信之前的我 你会说我不可能是你的那种人 所以现在信了 都不是贤迹嘛 好吧 我们先祷告一下 天上的福 谢谢你来我们周围的 有那么多贤迹 真的是啊 有一些人在这边的 坐在这边听这个道 都是贤迹的 因为我们很不容易会认识你的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是罪人的世界 我们的奔分也是要不认识你的 的奔意的 所以我们会赚一个丑 赚一个生命来后来认识你是真的是一个险迹了 所以谢谢你让我们生命上有那么多险迹 然后我们今天的学习都交给你 求圣地赞全 这是奉耶稣的命祷告 Amen 好吧 那我们在第29节了 你看看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了 耶稣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好多的人跟着他走 而且人越来越多了 而且险迹的很多 他有一只人啊 他有为了一大堆人吃东西啊 你们都知道了 所以看到那些险迹的人 就觉得哇这好奇妙啊 这个人是很特别的 我要跟随他了 所以跟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然后呢 有人都夸他了 跟他说你这个好你那个好啊 你是好老师啊 你是你出生的那个妈妈 给你出生的那个是很大的祝福啊那些 那你想想看嘛 楚兰 耶稣跟他们说 好像 你们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哇 这个什么意思啊 你看一切都 都弄得好好的 为什么他楚兰说 你们是邪恶的 的那个 那个 时代 你想想看嘛 今天啊 有一个老师啊 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有个老师跟你们 我们教导一下了 然后讲得非常有力量了 很有恩赐的讲道的一个人 然后跟你们讲了你们说哇 这个很好 那个很好啊 我们很有德兆啊 我们很有 你讲得很有力量啊 我们很感谢很感谢 我们都听到神的声音啊 抽过你 我们都听到了 那你们 你们这样子 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夸他了 出来呢 才跟你们说 你们就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哦 你们不会 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这个就是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问 为什么 他会这样子问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看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听到耶稣讲了这句话 我们应该下桌了 我们应该下桌了 所以我们为了了解 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要先了解 这些先祭的真正的意思 那人家看到先祭的时候呢 是没有中间的路啊 人家看了 经验一个先祭了 一个是信了 他们看了一个先祭说 哇 我知道 这个是以以三弟为主啊 那我要信啊 我要进白茶 我要跟随他了 或是有一些人看的时候呢 他们就转个头说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 这那些人是喝醉的 那些人是神经病的 那些人是不懂事的 不够司机的人 所以没有中间的路啊 不是有人看了一个先祭的时候 是没有中间的路 所以 为什么我想说呢 我回到 那我们回到 比如说耶稣刚刚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呢 他的事命呢 他第一个先祭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 在喀娜的 有人结婚呢 你记不记得 然后他把水变成酒 在耶和福音二章 你记不记得这个先祭 你记不记得 后果是什么呢 耶和让我们知道 很清楚知道 在耶和福音二章十一节 有人看了 就相信他 相信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相信他是救主 那为什么他们看了这个 酒变成水 不是 水变成酒 他们就会相信耶稣是救主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要试想一下 我们这个 今天的教导就是这个重点了 所以我们要试想一下 但是呢 我们的经文之前 路加福音十一章 十四到十六节 你看看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来源 耶稣有医治一个哑巴 不会讲话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被鬼 鬼引诱嘛 所以他把那个鬼干掉了 那十一章 十四节跟我们说了 看到的人是 哇 都觉得很奇妙 因为他认识这个人 那个哑巴 那个男的 他们都认识 他们都知道 他肯定是不会讲话的 楚然是不会讲话 然后这个就很奇妙了 这是很特别的 而且呢 有一些人会想到 哇 这个是早就预表 在书三十五章六节 就讲得很清楚说 九主来的时候呢 有一些哑巴的人 会讲话的 有一些 不会走路的人 是会跳舞的 所以他们都知道 哇 这个是不是他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九主 是不是他来了 所以有一些人相信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的 我们的感受应该是说 哇 他们看了应该相信 相信应该开始变成 有信心 然后信心就应该开始 敬拜扎 和理说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确实啊 有一些少数的人 确实啊 有相信扎了 没有错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信了 大部分的人看了一样的仙记 都不信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看了一个仙记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看到你们本身信的这个仙记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看了是没有感觉的呢 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 那我发觉 看了一个仙记 事实上是有三个反应的 那些不信的人 是有三种反应的 我们看看 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个反应是在我们的书节 是一章书节了 你看看 有的说 哇 他是用撒旦的名来干鬼 所以这个意思 这是很得罪神啊 这真的是很难听啊 因为他是干鬼嘛 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不可能是救主 因为他是以撒旦为主 来控制这些鬼 哇 这真的是得罪神灵的话了 这真的是得罪神灵的话了 所以 我们知道 从马克福音三章22节 我们都知道 哪些人 讲了这个话的那些人呢 知道他们是 像法律塞的 他们是祭司 他们是哪个时候的 那个以色列里面的那个宗教的 的领导 合理说他们应该是教导以色列的人说 哦 这个可能就是救主啊 因为九月里面说了很清楚 救主来的时候 他都会做了这些事啊 但是这些人啊 这些老师啊 这些祭司啊 他们的话是什么呢 哦 这个就是撒旦来的 你看 他们将错到这个地步啊 所以 我们今天的还有人会怎么说了 你 你知不知道有一些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都会说 哦 这个就是迷信的 我不是迷信的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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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迷信的事情 那有一些人说 对 他们是有灵性 但是没有宗教 这种人 你有听过这种话吗 那有一些人 他们接触这种 这种很奇妙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思想说 哦 是有一些奇妙的事 没有错 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就开始 觉得哦 我要去 开始有优格 或是要去 把我的家里的家具 搬来搬去的 来 可以控制这个 这个祝福 所以他们的反应是 不是信 不信的问题 他们的反应是说 哦 对 有一些奇妙的事 那我怎么样 控制他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跟我们说 对 是有一些奇妙的事 但是你可以控制他了 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本意的里面的 最可怕的罪 跟我们说 你就是神 你不需要 敬拜另外一个神 因为你就是神 所以你应该可以 控制这些的 那控制以后呢 你可以操作 擦了擦擦 给你一个祝福 所以第一个反应 看到那些神迹的 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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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密信的 那第二个 第二个反应是在 第16节 鲁家让我们知道 有一些人呢 要考验他 问他 说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个 宪迹 那我觉得 这边我觉得 英文跟中文 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英文说 是一个sign asked him for a sign 但是中文的 神经里面 我看 它不分那个sign 跟miracle 都一样 就是贤迹 还是神迹 所以 我觉得英文的 跟希拉文的 比较清楚一点 他们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个sign 一个贤迹 那你不觉得 很奇怪吗 他们赶紧看到 一个神迹 他们还需要 一个神迹 来证明 那个神迹 这不是有一点 奇怪吗 不合逻辑啊 但是呢 你看看 我们今天的人 有的时候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有很多人 他们看到 上帝的传造 看到 看到 上帝的 这么样的 爱他们的 看到 实际上 有那么多漂亮的东西 有那么多 爱心的东西 有那么多 人愿意 吃下他们自己 为了别人 那么多 好的 平安的东西 然后他们看到 这些以后呢 他们不会去 实际上有 有三地 他们会想 哦 有这些好的 那你给我看 一个真正的先机 来证明 这个是以三地为主 就像我以前一样 你不觉得吗 这个第二个 就是我以前的 有人看到 世界的先机 看到你们 信的那个先机 他们还要求 另外一个先机 来证明 这个是以三地为主 所以第二个翻译呢 是什么呢 知识啊 自我为主啊 知识啊 一直就想 世界都是老自我 一切事情都是 应该是以我为主 才是有意义的 这样没有跟我 有关系的话呢 就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知识啊 那第三个翻译呢 翻译呢 就是在27节 就是有一个女生啊 说哇 给你出生的那个妈妈 是很大的祝福啊 那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 今天的时代的人 看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觉得 哇 这是蛮好听的 好像是 蛮夸了耶稣了嘛 所以我们看了 我们不觉得是不好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到 耶稣的翻译 我们都知道 他讲的是不对的 因为 耶稣跟他说什么 上帝纠正他说 真正的祝福 是会听到 上帝的话的 听到以后呢 会顺服下来的 这个才是神父的 这是祝福的人 所以 耶稣是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是跟他说 你要 你要以 以真理为主 你要以 神的话为主 不是因为 你自己的感动为主 那你没有 你不觉得 这是很合 我们今天的世界吗 有很多教会啊 他们都是 一直跟你说 你要很积极的 你要很 你来教会啊 你要哭啊 你要有感动啊 那你感动以后呢 你要信啊 有多少个 多少个 那些大教会 营业的是 好的不得了的好 那每一个人都在那边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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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我不是说这个是不好 这个还好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不是真正的信耶稣的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感动 那确实啊 我们接触上帝的时候 肯定是感动的 你看了耶稣 就业里面的信耶稣的 每一个人碰到 三地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啊 他们都怕了 他们都 连都放在地上了 都怕得要命了 都很感动啊 所以确实啊 我们接触三地的时候 肯定是会感动的 但是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想逻辑的是 你每一次感动的时候 就证明你是接触三地吗 没有啊 我看了一些电影的时候 我跟我才才两个去看电影 在家里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会再哭一次啊 那这表示我们看了这个 什么什么 无聊的电影的时候 这表示我们接触三地吗 不 所以 有很多大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 所信的人是很多的 但是他们一碰到 一个小小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跑光了 因为他们的事不是真正的信 他们是以感动为主啊 他们 所以很多教会 他们学坏了这个事实 他们都是学到 我们要尽量操作 的感动 所以 我跟你抱着 如果我们要 很多人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请一个 那个非常非常会的那个 唱干琴啊 什么什么 吉他啊 什么唱歌的那些 一堆的年轻人在那边 弄得很大声啊 然后一大堆灯啊 什么啊 我跟你抱着 一大堆年轻人都会马上来的 因为年轻人都很喜欢这种感动啊 那牧师呢 不需要讲得太长了 就15分钟就好了 那就操作他们的感动 然后他们哭一哭啊 那每一个人回家的时候说 哇 我很感动啊 我今天真的是很感动啊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很刺激的 想一想 清楚啊 我们的心情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真正的心情的时候 是感动的时候 也是有很冷静的时候 有开心的时候 也是有哭的时候 有顺利的时候 不顺利的时候 都是一样 我们不需要 这种操作感动的方法 所以 第三个 翻译呢 是什么呢 就是以感动为止 所以看圣经的是有这种 三个翻译的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 就是 迷信的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以我为主 自私 第三个呢 就是感动 三个都没有帮助啊 三个都没有真正的心 真正的心的是 很扎实的 很沾的我 也可能会哭 也可能会笑啊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三种的翻译以后呢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经文 了解 为什么耶稣在第二十九节 说 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耶稣说的那句话 我们可以应用到现在 今天这个时代 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里面的人 满满的 都是这个三种人 有密信的 有自私的 有一感动为主的 我看到的教会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不好意思 我不是这样子得罪你们 我知道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 很多都是很扎实在耶稣里面的 但是你看一个大教会里面的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 都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很冒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这种人 你们这种邪恶的时代 这种人呢 你们唯一的生计会看到的就是像 约纳的生计 所以什么是约纳的生计呢 好 我们都知道约纳的生计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纳的故事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约纳是一个小圣子 然后三地跟他说 你要去尼尼瓦那边的 去传福音的 那耶稣听他说 尼尼瓦 你要我去尼尼瓦那边啊 我不去啊 那一边是怀仇的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要来杀我们的 你说我们坏啊 那么他们更坏了 你疯了 我不要去啊 但是三地跟他说 No 你要去 你就是要去传福音跟他们 因为我要怜悯他们 所以他怎么做呢 三地叫他去温哥华 他就去哈利法克 他就去方向 方向了 所以半路啊 三地就因此他 都被丢在海里面了 然后被一个大雨来春下去了 他在雨里面上天了 后来呢 他就悔改了 在雨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他就悔改了 后来他真的是去 那个尼尼瓦那边的 然后就传福音的 但是呢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 他到了尼尼瓦的时候呢 你看了 你圣经里面 我不知道有经文 你看这个 纽约约约约约的三章四节了 在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这句话了 讲得很单纯的 很简单呢 它说 再过四四天了 你們就會被滅掉了 就這樣子 那他們清了 他們就悔改了 你想想看嘛 這個很奇怪的 這個Ninua 這是滿大的一個城市 就像我們現在的 在Mississauga以後的 Oakville那個城市一樣大 人口也是差不多一樣大 那個時候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城市 那你想想看嘛 比如說你們有一個人 你們就去 我叫你們去那邊傳福音的 我們教一教Ricky 去那邊去傳福音的 那去Ricky就到Oakville的城東 那他就城東到那邊 走來就去說 在14天 這個Oakville也被滅掉了 就這樣子 一直重複這樣子的 一邊走一邊講 那整個Oakville的那個城市 就悔改人罪 開始信三弟 對呀 你想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啊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事 所以呢 這個意思就是比較大 你看看 第三十節在路加福音的第三十節 我們都會知道 事實上 尼尼瓦看到 約拿本身 這個人變成 他們看了他是一個仙跡 他自己變成本身一個仙跡 來證明他講的話是有內容的 來證明他講的話是三弟來的 你知道嗎 有一個新聞 紀念以前啊 有一個日本的一個 一個釣魚的一個人 他從他的船上 釣在水裡面的 那有一個 有一個金融 一個大的金融 來把他存下去了 他真的是在那個肚子裡面 滿長的一個時間了 後來他們揪了他 把他出來 還活著 但是他出來的時候呢 他整個皮膚啊 都白好白好白好薄 因為那個魚的肚子裡面都是酸嘛 所以把他的皮膚 他頭髮都燒光了 他的皮膚都變成白白的 非常非常白 就像一個鬼一樣 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嚇死了 那我想很可能 約拿也是這樣子的 神經沒有說了 這是我自己亂想的 但是你想想看嘛 他管是講了哪句話而已 走來走去的 誰會聽他的 我想他們可能是看看 這個神是誰啊 他白了像一個鬼一樣啊 他講什麼 講說我們會滅掉了 然後他們都會問他 那你怎麼會這樣子說呢 那你自己 你自己本身怎麼會這樣子 你的皮膚怎麼了 那他那一個時候說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故事啊 是不是 有機會講他自己的見證 神經沒有說這些啊 這是我自己亂想的 但是呢 神經有說的 原啊自己本身變成 對原啊的人變成一個神經 這是神經有說的 所以我們要想一想 為什麼有這樣子的結論 好 我們回到這個 這個耶穌的使命 他的主題是伊斯利亞人 就是上帝的選民 他們有專門的人 他們的基士啊 他們的那個發力賽人 還有一大堆人 是專門來去思想 這個Messiah來的時候呢 救助來的時候呢 他應該是長得怎麼樣 他應該做了什麼樣 他從哪裡來 甚至於他什麼時候來 也有一些根據點了 但是他們聽到真理的時候呢 他們看到聖記的時候呢 聽到耶穌的話的時候呢 很多聖記是證明 耶穌的話 他們的翻譯是什麼 迷信 迷信 自私 跟感動的 所以呢 在三世一節 我們想要了解 為什麼耶穌跟他們說 那個 queen of the south or rising condemnment 就是那個 非洲南部的女王 會站起來 來 怪他們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女王呢 那個是queen of Sheba 為什麼 這個女的呢 她來看Solomon的 然後她接觸Solomon的 那個就是大為王的兒子 她接觸Solomon的智慧以後呢 她就信了 聖經沒有說她聽到什麼真理 或是看到什麼先機 她唯一的接觸就是Solomon自己的智慧 她信了 但是耶穌比Solomon還更有智慧的 一個 一個北根 那個女王是信了什麼亂叫 我不知道的 但是她還懂得要謙卑在 三地的那個 那個 仆人之下了 但是 三地自己的玄命呢 沒有 所以三十二節 耶穌說了 耶穌說了 尼尼瓦 那些人 也會站起來 責怪 那個時代的人 所以那些離開神的 最離開的 最遠的那些人 會站起來 看 你是自己的 你是上帝自己的 的玄命 你們應該信的 那你不信 你們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這個就是 尼尼瓦呢 是傳福音的最 最基本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很多人都說 我沒有什麼減征 我沒有什麼好講 我不會傳福音的 你就看這個故事 尼尼瓦的故事 你就 你就講一些很簡單的事 加上 你自己的堅證 那你自己的堅證 會證明你的真理 你給他們講的真理 你自己的堅證 會證明這個真理是有內容的 這個真理是從上帝來的 所以 圓南呢 他在上天 在一個 肚子的 那個 那個魚的肚子裡面的 指向道以後 耶穿上天 耶穌也會 耶穌也會為我們 在地上的 聽到這個真理是從上帝來的 聽到這個堅證以後呢 就信了 他們就會得到真正的生命 那你們今天呢 你們有這樣子的活嗎 你們有這樣子的生命嗎 你們知道你們的靈性的自由是以這個為主嗎 以耶穌的這個血為主嗎 我們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知道 在聖記來講 沒有什麼中間的路 你們不能說 哦 這個也好 那個也好 你 依然是跟隨耶穌 或是你跟隨世界 就是那麼簡單 我們要放下 迷信的 我們要放下自私 我們要放下 感動 我們要很刺激的 跟隨耶穌走 所以我們 好好的 抓住真理 抓住彷徨 抓住依靠 抓住信心 我們祷告 天上的福 我們看了這樣子的經文 我們都會知道 哇 真的是沒有什麼中間的路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 我誰都不得罪 我也不反對基督徒 我也不反對其他的宗教 我也是不反對有特別的奇妙的事情在世界上 這種人很多很多很多 求是你煉命他們 讓他們看到 真理是從你拿來 讓他們聽到真理的時候 都知道是以你那邊來 那知道這個事實以後呢 都前輩下來 就像那個妮妮瓦的人一樣 都一切都放下 一切都知道他們是罪人 他們應該來認罪悔改 然後依靠你往前走 求是你煉命他們 特別是我們周圍的人 特別是我們認識的家裡的人 特別是我們的鄰居 我們的同事啊 我們所愛的人 在我們的周圍的人 求是你煉命他們 讓他們看到 我們自己的身上的仙跡 聽到我們口才裡面的真理以後呢 讓他們一樣 謙卑下來 吃下去這個仙跡 所以一切都交給你 是奉耶穌的命到告 Amen 謝謝 Amen 請大家一起唱慧音聖事 請大家一起唱慧音聖事 主耶稣将告诉我恩典朋友 每当我会心失望 万全不一失望 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朋友 喜喜寄入我心中 生命在指引我 在爱的语言中等大喜乐 因为他已告诉我 他的恩典朋友 只要心他的恩典心 用我拥 当我手中那十年和痛苦信仰 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朋友 每当我会心失望 万全不一失望 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朋友 万全不一失望 心悦进入我心中 神明在指引我 在爱的试炼中等大喜乐 万全不一失望 因为他已告诉我 他的恩典朋友 只要心 他的恩典朋友 也不是说 dari现成 心中 尤其是 神明在指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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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请保罗牧师主持三三年龄 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 耶稣为我们做的事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一次我们都会经验 耶稣为我们流他的血 为我们定在四十加三 剥开他的身体 为我们做了 我们都会一起吃生产 像你们还没有拿到这一杯 你就举手一下 我们可以拿给你 那使徒保罗跟我们说了 我们应该尝尝经验耶稣为我们做的 但是不能随随便便地做了 他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 说人应当自己行茶 然后吃这一饼和这一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好好地认罪 好好地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得罪 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之间有没有罪要讲清楚的 所以我们吃这个饼和这个杯之前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在祷告里面 好好的思想 好好的认罪 好好的求神给我们合一 我们祷告一下 先生的福 真的是求着你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是不配 不配你儿子为我们做的那些事 他为我们流他的宝贵的血 拨开他的身体 为了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 到你那边去 我们真的是很感谢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真的是不配 因为做了这个事情后 我们都承认他以后呢 我们还是继续犯罪 我们还是有不合一的灵 在我们中间 我们还是有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求是你怜悯我们 求是你让我们的罪消下去 给我们力量来杀罪 给我们力量往前走在你的国度里 所以一切都是要交给你 这是奉耶稣的命祷告 阿们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了